没有芒果的粘稠 没有流脸的怪异 从开花到结果都美丽诱人 红的艳丽 粉的娇嫩 如初恋般的甜美 如青泉般的多汁 它被誉为补水神器 它的由来非同一般 请跟随消费主张一起 聆听美丽传说 探访佛果莲悟的前世今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消费主张 欢迎收看 消费主张由五粮业特约播出 今天我们来说说莲悟 莲悟它原产于马来西亚 17世纪的时候 引进到了台湾 到了20世纪30年代 以后就开始在海南 福建 云南等地种植了 在海南人们还把莲悟 叫做扑通 因为这个莲悟 经常会从树上扑通一声 掉到地上 所以人们很形象地 把莲悟叫扑通了 现在莲悟市场上 普通的莲悟 要卖到几十块钱一斤 贵的话 你看一盒12个 要卖600块钱 也就相当于50块钱一个 那么这样的莲悟 它究竟贵在哪呢 现在就跟我们的记者 一起去看一看 记者在北京的 河马生鲜超市看到 整个水果货架上的莲悟并不多 只有几盒在售卖 而且只有一个叫做 黑金刚的莲悟品种 我们普通的莲悟就没有上 因为普通的莲悟确实是 口感的话几乎就没有什么甜味 像这个黑金刚这个品种的话 它的甜度还是有一点的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纯南方的一个水果 相对来还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品种 相对于芒果 榴莲等热带水果 莲悟对于北方的消费者来说 还是非常陌生的 对于很多北方的消费者来说 莲悟这种水果 有人都没有听说过 更不要说吃过了 而且对于莲悟的品种 更是一头雾水 一个黑金刚莲悟 大约13元的价格 价格确实也不便宜 但是黑金刚并不是 莲悟里最贵的品种 牛奶莲悟的甜度 确实是比这个要好 因为它那个颜色 我还真见过 就颜色没有像这么红 但是它的糖度确实是高 工作人员说的 牛奶莲悟是什么样的 与黑金刚相比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价格几乎比 黑金刚高出一倍 记者来到了海南省三亚市 莲悟种植基地寻找答案 记者的第一站前往的是 三亚崖州区南边农场东陵 这里主要以种植芒果 木瓜和莲悟为主 一路上虽然坑坑洼洼 起去不平 但道路两边硕过累累的木瓜莲 大片的芒果莲 让记者很是期待 终于接着看到了 挂在树上的莲悟 像我们这个大概有三十斤水 这个盖大概是四十毫升 三十斤水一般调这么多就够了 就直接往那里面去 它这个是无公害的 一拿回来就OK了 这个就是最好的 其他的肥料 对 就可以浇灌了 对 这里种植着大约五十亩的黑金刚莲屋 不过与普通的黑金刚不太一样 这里的莲屋都是腹锡莲屋 像你看这一串 你看它 随便拿一串 莲屋是很招松 就是招那个风 就是那个苍蝇嘛 但是我们莲屋 它喊有那个锡以后呢 就风钉到它也不容易讲虫子 因为管理的好 蔡亚鹏说 如果一般莲屋 一棵树产量五十斤 那它们的莲屋就能达到一百斤 一斤按照十元钱来算的话 一棵树一年大概可以收入一千元 这个莲屋真的很硬啊 很紧的 哎呀 又咬了 真的摆不动 摆不动 然后你看它就很结实的 没有泡沫的感觉 很硬 很脆 而且也很水 它水分含量也是挺大的 那这黑金刚的特色是什么 脆 水 甜 甜 这个口感是甜 这个甜度能达到多少 一般如果说 一般如果说不潮水呢 也没有下雨的 它一般最高的烧度16到18度都有 蔡亚鹏种植的复兮黑金刚联物硬度非常高 这样特别便于运输 而且成熟后的黑金刚联物糖度值很高 随便选一个联物 从它的根部侧起 根部小头糖度10.1 黑金刚中部的糖度能达到13 头部最甜 糖度可以达到15.1 那么这里有没有种植牛奶联物呢 牛奶联物 老板不受老板欢迎 种植它有带酸味 老板不喜欢 所以现在换了黑金刚 黑金刚甜 黑金刚甜 老板都喜欢 彭福返老人6年前开始种植联物 最开始种的牛奶联物 因为甜度比黑金刚低 再加上牛奶联物的种植难度很大 产果率不高 老人就改成了种植黑金刚联物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 黑金刚联物甜度高 价格应该要比牛奶联物贵呀 为什么牛奶联物市场价格更高呢 记者决定再去海南的水果市场 一探究竟 有没有牛奶联物 牛奶联物啊没有 它这边就是黑金刚 是最好的联物 名字叫黑金刚 是这个最好卖的在年长 对对 在这里这个是我们本地人 就是最喜欢吃这种的 你以前是进过那个牛奶联物吗 进过啊 季节到时候有 它是季节上来的 一年四季 它是每个季节来的食物都不一样 那个比黑金刚好卖吗 只有懂货的人才会卖 不懂货的人还不会卖的 三亚第一农贸市场是一处网红打卡地 很多游客来到三亚都会来这里买海鲜和水果 几十家水果它为售卖的都是黑金刚联物 价格在美金12至15元左右 这里没有一家卖牛奶联物的 于是记者求助于三亚联物协会秘书长徐鸿佳 让秘书长带我们去见识一下牛奶联物的真容 徐秘书长 您不是要带我去联物基地吗 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了 是这样的 我在带你去联物基地之前啊 我先带你一起来 就是说寻一下联物的根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三亚著名的南山景区 因为联物啊 自古以来都被称为佛国 它相传呢 是南海观音在途经南山的时候 然后呢它的观音的堕连 遇到了一片祥云 然后呢就凝结成了那个雾珠 那个雾珠呢 就在南山那个落地啊 生根发芽就长出了联物这棵树 联物两个字 就取自莲花座和雾珠这两个词 美丽的传说赋予了联物 这种水果神秘的前世故事 南山寺重建 以及南山景区建设时 景区里面的大部分联物树 也被保存了下了 来南山游玩 游客还能看到很多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联物树 枝繁叶茂朔果累累 哇好美啊 这都是 这满树都是 对很多 这整个一条路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叫放生池 放生池的两边全部都是联物树 可能别的地方也会有 不注意就没有注意到了 因为树很高 对对树特别高 对它会熟了就会掉下来 对你看满地都是 好疼啊 联物是极容易掉落的 我发现好像颜色完全有不一样的 你看有那个粉红色的 有这种发绿和红色的 还有发那种白色的 上面是粉粉的那个颜色的 对 品种不一样是吗 品种是一样的 它可能是因为它的光照影响 有的树可能光照多一点 对它颜色浅一点 有些树光照少一点 它颜色就深一点 这是什么品种呢 这个就是我们本土的品种 就是这个品种 还有加上黑珍珠两个结合 它延生出了我们现在的牛奶莲物 牛奶莲物 这是我们要找的牛奶莲物 对 这是牛奶莲物的根 放生池边的莲物树 让我们看到了本地土生土长的莲物的模样 的确与黑金刚莲物差别很大 从颜色和形状上大相倾听 这里的莲物小巧玲珑 粉白娇嫩甜美可人 你看这就是南山寺 重建之前就有的这几棵莲物树 就是为什么叫火果 在重建之前就有 对 重建之前就已经有这几棵树了 那就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是吧 对对对 几百亿棚了 包括就在南山寺的重建 也是把这几棵莲物树 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你看一看就是历史特别迂远了 这个好古老感觉都已经快死掉了 但是上面的这个枝叉 都那么旺盛 其实那么多莲物树 火也特别特别多 对对对 好茂盛了 这是不是也能体现 寿比南山的一个 是吧 都不知道很古老了 对 经过了几十年 数百年的风雨犀利 依旧能枝繁一茂 硕果累累 难怪人们把莲物 作为吉祥之果 没有芒果的粘稠 没有流连的怪异 从开花到结果都美丽诱人 红的艳丽 粉的娇嫩 如初恋般的甜美 如青泉般的多汁 它被预为补水神器 它的由来非同一般 请跟随消费主张一起 聆听美丽传说 探访佛果莲雾的前世今生 离开南山寺 徐秘书长带着记者 来到了三亚莲雾小镇里 牛奶莲雾的种植基地 这带很结实防水 是吧 对 这个是防水防虫的 哇 这个果好漂亮 哇 摘下来 正常的 正常的 对 正常的双苹果 这就是牛奶莲雾特色 就是这个盐 你看娇羞娇羞的感觉 是的 是的 完了那个粉粉的 特别可爱 那上面是白色的 哇 好漂亮 那套袋的那个作用是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 牛奶莲雾 这片种植全是按有机标准种植的 而且也是通过 第十年的有机认证了 所以这个带子 要最有其实防虫 没有打任何的这个化学农药 这个东西很容易招虫子吗 是的 莲雾的皮特别薄 你看 已经裂了 对 特别薄 所以果蝇很容易产虫卵在里面 这个虫卵我们是看不见的 对 就是它刚产进去的时候 我们是看不见的 然后呢 这个它产进去的时候 那一个很小的洞 这个洞也是很难发现的 所以只能说最后打开的时候 才发现里面可能会有虫 所以必须要用这个袋子 这个袋子啊 就是从它很小很小的时候 也就是说瘦完粉 就要全程套住了 它整个生产过程 必须要在这个袋子里完成的 那么小就要套上这个袋子 对 那它的阳光啊 这些的它会吸收很全面吗 是这样 就是莲雾啊 它不同于其他的一些水果 莲雾是怕阳光的 我们可以看到 莲雾它 你看 你看下这个树里面啊 它都是躲在这个树叶底下的 是是是 你想想一下 像很多像芒果啊什么 它都是挂在这个树外面 以前 但是莲雾都是躲在树底下的 它怕阳光 三亚牛奶莲雾是2005年 从台湾引进种植的 外观清白中泛红 清纯稚嫩 不知道的人会认为 它并没有成熟 它在冬季时成熟后的颜色会发红 而春夏季时 颜色就是这种绿中带白 白中带红的可人了 为了保证今年牛奶莲雾的甜度 莲雾协会甚至专门制定了标准 严格限制每棵莲雾树上的果量 不能超过330只 因为超过了 会影响到莲雾的大小和甜度 在开花的时候 要输掉90%的花 像这样的 比如说现在是 1 2 3 4 5 6 7 这是7个果子 然后呢 如果在这个啊 全部都留住的 它长大了 像这三个就会挤在一起了 就会小 挤在一起就会 就会裂 而且会变形 所以呢这两个是肯定要摘掉了 这两个果子也是要摘掉的 哦 把两边的摘掉 对 你看这是5个 哦 这是标准的 基本上一个店 大零我们会套5个 对 这是标准的 套5个 你看这个它长大 长大以后 互相之间都不影响 而且呢 就是我们套在之前 还会再输一遍 还会再输掉大概50% 徐洪家秘书长告诉我们 牛奶莲雾为什么贵 首先牛奶莲雾产量低 一棵莲木树从种植苗下去 到第三年才开始结果 而且第一年结果会特别少 从第四年产量才慢慢高起来 我看到这树上有好多还没有挂带子 你看那个圈 哎 那圈很红啊 很大 我给你摘下看一下 它有很多原因 你看那边 那个上面那个 上面就有个果蝇 刚好在盯着了 哦 在那呢 所以全部都要扔掉 只要是没套袋的都必须要扔掉 但这些都不行了 都是要扔掉了 全部都要扔掉 好可惜 对 哇 心疼吧 我心疼 我看着都心疼 我估计您心更疼吧 我们笑着疼 一棵树就剩下那30斤左右的成苹果了 出口率特别低 徐洪家秘书长毫不犹豫地 将一刷刷漂亮的 但没有套袋的牛奶莲雾 摘扔到地上 记着看着都觉得可惜 可是徐洪家说 宁可错扔一千 也绝不能侥幸保留一个 这就是种植牛奶莲雾 要把控的最基本的要求 除了梳花梳果淘汰掉大量的果子 牛奶莲雾的种植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专利的肥 很特别 就是这个肥用到的所有的原材料 都是人可以直接吃的 大概有牛奶 牛奶 对 红糖 就是使用的红糖 感觉都是保养品 黄豆饼 还有那个小鱼小虾 还有一些这个就是益生菌 还有一些海藻精 这一类的东西 这样把它混合起来发酵 大概是15天的时间左右 就可以来浇灌了 就通过每个管道 就把它完全化成水 都是食品 对 这些东西都是人可以吃的 你可以看到到 都可以人可以吃的 所以都不是特别营养 特别健康的 就是把这些东西通过管道 到每棵树底下 每个周焦两次 这样的 用独特的方法制成的生物营养剂 被称作高蛋白有机活力汤 通过这样的管道 将混合肥料浇灌到每一棵树 细心地呵护焦嫩的牛奶莲雾 因为三亚莲雾小镇离海 只有300米 码头的渔船上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小鱼小虾 徐红家他们就会收回来 与牛奶 豆饼 鸡蛋 鱼粉 海藻精等 这层有机肥料 用这样的高蛋白有机活力汤 牛奶莲雾营养棒棒的 其实进取的就是它的一些微量元素 一些什么纳米钙心铁这些东西 取出到它这个树里面去 对 它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叫叫叫 牛奶那个莲雾就叫叫叫 就把它叫成了这个牛奶莲雾 后来我们就干脆用牛奶莲雾 作为它的一个品种 这个牛奶莲雾已经是我们整个三亚莲雾 就是这个地标品牌里面的最主打的一个品种了 最出名也是市场售价最高 最受客户欢迎的一个品种 而且现在也是我们三亚独有的品种 其实用牛奶种植莲雾在台湾沿用已久 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接着发现牛奶莲雾的树下长着很多草 徐鸿佳告诉记者 因为牛奶莲雾是有机种植 不打除草剂和杀虫剂的 这些草都要每隔几天用除草剂来清理 因此人工费用也增加了不少 像我们这个莲雾 它的皮是特别特别薄 特别特别脆弱的 因为它整个生长 它整个生长过程 就是在这个袋子里面完成的 就像我们婴儿一样 从小就受到那个保护 所以婴儿的皮肤特别嫩 像我们莲雾也是一样的 它基本上就可以说推弹可破 你看我用手指都弹一下 基本上就弹破了 随便一弹就破了 喷水出来了 水都四件 所以它特别浇的 它还挺甜的 它是莲雾这么多品种里面 唯一含有天然果酸的 有微微的酸味 有一点点 对 微微的酸味 这个比例感觉特别合适 是的 就是也不是酸甜口 它是属于清淡的 清爽的 对 特别清爽 对 还是特别脆 外吃一个 口不渴了 嗯 这天然的补水 补水神器 补水神器 哇 这个应该是 艾美的女士应该是最喜欢的 嗯 而且糖分还不高 对 糖尿病人可以吃 可以吃 只有11个糖度 嗯 它是被称为补水神器 也被称为树上矿泉水 你看它的90%以上 全都是水分 你看我们随便用手一捏 就出来好多的水了 你看 哇 就是轻轻地一捏 就好多水了 哇 真是 对 如果是用到这个 炸汁机的话 那个90%多都是水 都炸出来了 哇 由于牛奶莲物的皮非常薄 稍微一碰就会破皮 因此牛奶莲物 在快递运输上 也特别惊喜 为了能让牛奶莲物 走得更远 徐红佳团队 专门研发了 这样的珍珠棉包装 根据牛奶莲物的形状和大小 对应不同模具大小的包装 让莲物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最小个头的珍珠级别 十元一个 翡翠级别二十元一个 而这种钻石级别的 要五十元一个 为什么价格会这么高 五十元一个莲物 有人买吗 这款是我们销量最好的 就一直供不应求的这款 哦 是吗 对 这款是十二个 这十二个卖六百元 还是销量是最好的 对 这相当于五十块钱一个嘛 市场上需求上 最大的就是这一块 那你们筛这个 这样的品质的莲物出来的话 是基本上淘汰率很高是吗 像这种的 我按整体来算的话 这种的量还不到百分之十 在分检之间我们看到 每个工人的旁边 都有一个大框 工人们将每个牛奶莲物袋子 打开查看 最后检查完 只有二至三个果子 放到传送袋上去打包装 而大部分的莲物 都放到了身边的大框里 这个有点裂 这都是裂的 这一个袋子里面 能选出多少个不裂的呀 可以有三分之一裂过吧 三分之一的裂过了啊 我们在园子里面 经过了那么多 级别的筛选以后啊 对对对 摘到这里以后 还会再进行一次 很严格的筛选 像这样的有点裂口特别大的 是不是啊 对 或者有一点坏的 这些都是已经是不能用的了 都是要扔掉的了 哦 是袋子里面我们筛选出来的 对对对 又筛了这么多出来 是的 我们一个袋子里面 有四五个成果 这种成果的话 最后能筛出来的 能用的达到商品果的标准的 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 也就是两三个 一袋子里面 所以它的挑选的标准是特别高的 要求是特别严的 所以联屋的价格好像 联屋的价格一直这些年 在市场上都是比较稳定的 就算包括市场上很常见的 就每个城市可能都能在商超里面 见到的这个黑金刚 它的价格一直稳定在 零件下30多块钱左右嘛 对对对 尤其是我们牛奶联屋 是吧 价格甚至能达到像最贵那个 如果按金算的话 已经达到200块钱一斤了 600块钱三斤嘛 所以价格一直很高的原因 就是联屋呢 它的种植起来特别难种植 生产管理特别难 然后呢它各种成本有特别高 联屋的运输过程的时候 它必须要空运 只有空运才能运输联屋 任何的其他渠道都不行 牛奶联屋产量极低 每年都要减掉50%的枝条 开花的时候再输掉90%的花 小果期再输掉50%的小果 成熟采摘后 又要挑出50%的裂果和次果 因此每棵树每年产量不足50斤 母产量不足1000斤 每个达标的果实都是百里挑一的 严苛的生长环境 独特的种植方式和优异的 营养价值和口感 牛奶莲物十年来 一直都保持最高50元每个的售价 徐秘书长介绍说 这里80%的牛奶莲物 都进入了江浙户市场 你们是以前就吃过这个 对 就是吃好吃 奔着这个地方 我们从三亚开车开了很久过来的 特别从三亚过来的 对 也是在这边 你是不是才接触到这种莲物 对 以前是没听说 以前好像也不太懂莲物分 好多品种啊什么的 这回来了以后知道 有很多种品种 看着粉粉的以为是没熟 但实际上熟了 水分大不大 大 那这个价格您觉得呢 价格我觉得比普通莲物 要贵一些 但是就是好像你觉得 吃完特别好吃 任何多花一点钱 来买这个好吃的莲物 好吃嘛 我们都花钱 外回西洋优 各这边 完了给他们的 推荐给西洋朋友 完了他们就在 跟这边的朋友联系 完了他们就给发完那边 其实到时很贵 但是他们都爱吃 好吃为主 没错 莲物是微碱性水果 可调节人味肠的酸碱度 在食疗上有解热 利尿 宁心安神的作用 小孩有消化不良食 用莲物拌食盐 使用有很大的帮助 这一片莲物 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看我们现在 所在的这个区域 就是我们用十年时间 公司十年时间 研发了一个 全新的品种 这个品种叫南鹿一号 现在这个品种 还没有正式上市 现在我们能看到 已经开花了 这就是莲物的花 这是它的首次开花 你看这个花 其实跟我们的 牛奶莲物的花 也是不一样 它比较长 大概是在七月初 这一片就会 能首次上市了 它和我们的牛奶莲物 和黑金刚 有什么不一样吗 是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 首先就是 刚才我们了解到 牛奶莲物特别难种 特别娇贵 特别容易裂 然后产量又特别低 所以它的售价就特别高 黑金刚它的产量 是挺多的 但是它的口感 确实要差一点 对不对 那这个莲物就是结合了 牛奶莲物和黑金刚 的所有的这个优势 所有的优点的一个莲物 刚才我们看到 牛奶莲物就这么大 就大概一两半到二两 二两半到三两 就已经算是最大的三两了 但是呢 这个莲物的起步就要三两 那大的能到八两 普遍是在半斤 就相当于两个 甚至达到三个牛奶莲物 最新莲物品种叫南路一号 现在工人们正在抓紧时间 梳花套袋 到今年的七月份 就可以成熟上市 到时候 喜欢吃莲物的消费者 又多了一种新选择 最娇贵的牛奶莲物 莲物呢 目前比较主流的品种呢 还有三黑 黑珍珠 黑钻石 黑金刚 莲物呢 含水量大 因此呢 具有开胃 爽口 利尿 清热 以及安神等食疗功能 另外莲物呢 还可以解酒 因为既美味又能解酒 所以莲物呢 成为一些地方 宴席上的常客 还就是吃莲物的方法 应该从莲物的根部 也就是小头开始吃 这样往上吃的话 会越吃越甜 好 下周我们的节目呢 将会开启美食模式 一起走进亚洲美食节 这次的亚洲美食节呢 由北京 杭州 广州 成都 四个城市 同时举办 美食节期间 有600斤的金枪鱼 开堂秀 外国人吃兔头比赛 鱼头王 厨神 争霸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还有土耳其的咖啡 斯里兰卡的红茶 菲律宾的红酒 等来自亚洲各国的特产 为您讲述 亚洲饮食文化的多元与融合 相信呢 一定会让大家 对丰富灿烂的亚洲饮食文化 有更深刻的感受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大家可以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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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